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相信大家都应该知道了我肚子里的宝宝的性别 是个女宝宝 其实呢 真的非常非常高兴 当我们知道宝宝的性别是个女儿的时候 因为我跟我的老公呢 还有家人呢 都超级超级喜欢女儿的 很感谢上天赐了一个女儿给我们 现在我已经进入了运气的最后一个月 所以想说在我生之前呢 拍这个最后一支的影片 来跟你们分享 然后你们看标题就已经知道了我今天的主题是什么 就是生男生女 看征兆是真的准的吗 对于怀孕的妈咪来说呢 最好奇的就是肚子里面的宝宝 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有的孕妈妈呢 就会比较喜欢女孩 因为觉得女儿呢 是妈妈贴心的小棉袄 还可以帮她打扮的漂亮亮亮的啊 有的孕妈妈呢 就觉得儿子比较好 因为儿子呢 能保护妈妈 现在呢 我手上有八个比较普遍的这个怀孕的征兆 然后今天呢 就让我们来测试一下 但是一些祖先们啊 老女辈们流传下来的鉴定方法呢 到底准不准确 我会以打分数的方法来衡量就是 如果觉得这个征兆呢 是偏向男保的呢 我会给男保一分 如果偏向女保的呢 我会给女保一分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 请记得订阅哦 我们开始吧 好 首先第一个呢 是食量 人家说呢 食量大呢 会生男宝宝 食量小呢 会生女宝宝 因为呢 男宝宝的能量需求呢 大过于女宝宝 这个呢 我会给女保一分 因为呢 我自从怀孕过后啊 胃口变得超小的 因为很多朋友都知道我是超级厉害吃的人 可是自从怀孕过后 我的食量真的是减半又减半 可以说是只能少量多餐的吃法 没办法一次过 吃很多的食物 所以这个我会给女保一分 酸儿辣女 就是说 如果你在怀孕的期间呢 是比较偏爱酸的呢 就会生儿子 如果你喜欢吃辣的呢 就会生女儿 然后我呢 本身是在怀孕的期间呢 以前我是超级喜欢吃辣的 然后自从怀孕过后 我就不喜欢吃辣 就觉得油腻腻啊 然后就不大想吃的感觉 而至于酸呢 我自从怀孕过后也没有特别偏爱酸的食物 所以呢 酸儿辣女 应该不算分 因为我也不会喜欢 我不会特别喜欢吃酸 也不会特别爱吃辣 所以这个 不算分 再来呢 就是非常普遍的就是看肚皮的形状 人家说呢 肚皮是尖的是儿子 圆的是女儿 然后在我怀孕的时候呢 都超级多人说我的肚子很尖 虽然我不大会看啦 就人家讲我的肚子很尖 所以我就 这个就给男包一分吧 接下来呢 就是看胎心率 所谓的快女慢男 一般来说呢 胎心的心率呢 在140左右呢 是男的 然后150左右呢 是女的 就是女孩 女宝宝的心跳速度呢 会大过于男孩 或快过男孩 可是我记得我在每次减肠的时候啊 我的胎心率都是在140左右 好像不成 超过150吧 所以这个 我也是给男包一分 接下来呢 就是皮肤状况 妈妈的皮肤状况 所谓的美女丑男 就是怀女宝的妈妈呢 会变漂亮 然后怀男宝的妈妈呢 会变丑 这个是我最想要吐槽的 因为很多人都说啊 怀女宝的妈妈 皮肤会变得超好啊 可是我的呢 皮肤 自从怀孕过后呢 可以讲是在怀孕的前期呢 我就一直冒痘痘啊 尤其在我额头啊 鼻翼啊 脸啊 这些地方呢 都一直冒那种很小粒的痘痘 可是我怀孕之前呢 都不会有这种状况的 所以 我觉得这个一点都不准 因为我怀的是女宝宝嘛 所以我的老公呢 就说可能是因为 就是女宝宝会吸走我身上漂亮的精华 所以我的皮肤状况呢 就变差了 这也是蛮有道理一下啦 but anyway 这个是要给男包一分咯 因为这个 我的皮肤状况确实是真的变差了 好 第六个征兆就是早孕的反应 就是有严重孕吐的呢 是怀女宝 没有孕吐的呢 是怀男宝 我自己本身呢 我记得我在孕早期的时候呢 曾记得应该有过一两次的孕吐 然后也没有很剧烈的那一种 所以呢 这个我应该会给男宝一分 好 第七个是肚脐 就是看你的肚脐啊 是男突女平 男的呢 肚脐就会突起来 女宝的话呢 就是平的 这个我会给女宝一分 因为我的肚脐是平的 好 最后一个第八个比较常见的征兆呢 就是 人家说 怀男宝的鼻子会变大 这个我还蛮常听很多人说过的 因为我身边有蛮多个怀男宝的妈妈呀 以前怀孕的时候 确实是鼻子呢 有变大耶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可是我整个孕期是鼻子没有变大 所以这个我给女宝一分 好 以目前的状况来说呢 男宝宝有四分 女宝宝有三分 所以我的状况呢 是偏向于怀男宝的征兆的 但是我怀的却是女宝宝呀 所以说呢 这个怀孕的征兆呢 真的是 参考参考就好啦 最后我的个人总结是呢 孕期的征兆呢 并不能说是百分百准确的 无论如何呢 都是因人而异的 比如说呢 看这个肚皮的形状啊 来鉴定是男宝还是女宝呢 虽然这个是非常广泛的流传 有些人说很准 有些人说不准 但是呢 从医学上的角度来看呢 肚皮的肩合源呢 其实是跟宝宝在你肚子里面的姿势有关系的 或者说呢 无论是怀男宝还是女宝啊 孕吐的可能性呢 都会发生的 并不是说怀男宝就不会孕吐啊 怀女宝就一定会孕吐 所以呢 胎儿的性别呢 也跟这个孕吐没有直接的关联 其实啊 不管怀男宝还是女宝呢 宝宝们呢 都是父母心中的心头肉啊 都是上天赏赐的小天使 当然也在这里住院每一个孕妈咪呢 都能如愿以偿 生一个健健康康的小宝宝 最后呢 还是建议大家 这些征兆呢 怀孕的征兆呢 还是用作参考参考就好啦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的所有内容咯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呢 请记得按赞还有分享咯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记得订阅和subscribe我咯 我们下个影片见吧 拜拜 拜拜